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兰州奎莱奥哈斯的主理人文亮 因为这个店是我和我爱人 我们一起做的 公司叫奎音乐 当时选这个的名字有几个原因 首先因为是他的一个方名 第二就是觉得夏日葵这个职位 就是很符合我们心目中对音乐的状态 乐迷肯定是这个音乐的根基 然后Live House是土壤 乐队那就是盛开的花朵 我觉得这三个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我觉得酒吧就是这种生活方式 就是人与人交流的平台 聊聊天聊今天的生活工作什么的 现在人需要这种地方 像这个店有好多个人 他就是隔三差五的下班 两三个朋友他就过来 八台坐一会儿 喝两杯聊几句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归根结底呢 其实是说明大家的生活质量 是这么提高的 现在大家又发现 我追求的是生活的品质 追求的是一杯好酒和好的音乐 好的现场的表现 好的服务 好的氛围 环境 我是一个热衷于现场的人 我基本上每年都去追演唱会 追音乐节什么的 现场那么震撼的灯光音响 你在手机上或者哪看 就是一个屏幕 听耳机里的东西 你只是听一听而已 现场给你的那种震撼 就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他现场是灯光直接照到你的脸上 音响是直接是 就是那种重击到你的胸口 也许你的偶像 或者你喜欢的音乐就离你一遇远 有的乐队甚至是那种 直接会冲到观众距离 你想象那种感觉 对吧 就是我觉得现场真的是不一样 你可以跟陌生的朋友 就通过一场演出 成为好朋友 一起喝酒一起玩 搞不好你还能在现场 他没想结婚 哈哈 所以我来说 包括我们这个团队来说 我们只是在干自己觉得应该干的事情 我们相当于一个海关吧 就是港口 就是把外来的这种好的音乐人 好的音乐 好的东西 不停地带进来 长年十年了 就是不停地在待 然后又把本地的好的音乐 好的东西输出 不停地输出 可能十年前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个状态 十年前只是想着一个小小的酒吧 能演出 大家能喝酒 能玩 就OK 但现在就是 好像 没想到 就这么小的一个店 然后十年之后 就突然就 就是 它的价值是超越 你挣到了多少钱 或者怎么样 它超越这个东西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一是它成为一个文化标志 一个文化符号 深深地影响 就是一批一批的年轻人 就像十年了 最少我们是陪伴着 三到四波乐迷长大的 更大的价值就是 在这里 认识到很多很多朋友 这是我觉得 是开这个店最大的收获 未来呢 其实真的没那么多野心啊 就是我只是希望 更专业更细致 能更上一个台阶和层次 那这个店我希望它就是 就是这种 氛围很好的一个标志吧 我希望它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希望它一直在 就是大家 可能多少年后 你还想来这儿再坐一会儿 什么事 就这下人 我希望它是什么 你不想说 你不能够 那我希望它 我希望它是什么 你不想让它 感谢观看